你的身体就是雾里边的花 确实是道家的一个秘籍 身体能感受到风险或者危险 就是保持高度的觉知和灵敏 想不想练的这个 你看啊 你随便站 坐的都行 你跟我练 眼睛轻轻的放下来 眼皮用最舒服最放松的方式 眼前你感觉好像白花花雾蒙蒙的 想你的全身好像笼罩在雾里边一样 把看可以换成想 这个雾融会贯通你的全身 整个的身体马上就有一种清零感 你身体的微动也像那个雾气腾腾一样 感觉你浑身的毛孔啊 好像打开了 好像都通过这个雾融会贯通了一样 这样慢慢练 你自己呢 就好像长了触须一样 有什么风险 你看这个风 特别细都能感觉到 这样既能让自己放松 又有利于内在的贯通 还有利于身心合一 还能不知不觉练出高度的敏感觉察 风险或周边威胁的能力 好好体验一下 关键再体验啊